这种透明的水生生物就是桃花水母 宛如小散在水中一张一缩的游动 也像漂浮在水中的花瓣姿态优美 那天晚上在湖边玩 突然出现一个在光下面 它有一点淡蓝色的东西 游来那里游来游来游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生 在这里长大的 从小就没见过 这种水生生物的出现 也引起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注意 经过几天的持续观察 确认这就是桃花水母 它的分布区域大概是四个区域 水母面积的话 大概是超过了3000平方米 目测估计它的密度的话 可能是一粒方米水体的话 它的数量可能是在500个以上 专家介绍 桃花水母对生存环境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既需要较好的水质 又需要生态处于平衡状态 那么桃花水母 为什么会出现在蒲蜜黑湖呢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 来到桃花水母集中爆发的区域 通过取样探寻桃花水母出现的原因 我们在做浮游生物取样 然后发现了有三只桃花水母 然后并且里面还有不少的浮游生物 通过取样工作人员发现 可作为桃花水母捕食的小型浮游动物 相较于2020年有大幅上升 枣类密度大幅度降低 使水质变好 也改善了桃花水母的生存环境 同时鱼的种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说明桃花水母不仅食物丰富 天敌也在减少 在这种开放的水域里头 要出现桃花水母 第一水质要特别好 然后第二就是说浮游动物要多 然后第三扎食性鱼类要少 我们推荐它那个出现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它的食物量增加 然后它的天敌减少 从侧面反映了我们蒲蜜黑的 整体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 特别是水环境 得到了一个良好的这么一个改善 近年来 蒲蜜黑成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区 完成了蒲蜜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还通过退田环虎 退耕环湿 退堂环湿一系列措施 湿地水生态系统得到了明显改善 水质更加向好 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 鸟内原来监测的时候是142种 现在增加到了209种 鸟内从18种增加到了89种 植物由原来的465种增加到了823种